李子佳首次回应被禁赛 处于职业生涯最艰难时刻 23岁的李子佳 目前经历他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时刻 他表示自己目前还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 去思考他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他表示当自己准备好之后 肯定会向大家公布他的计划 李子佳在1月11日时 向大马雨鞋递交辞呈 震惊了所有人 而对于李子佳离开国家队 成为自由人的决定 大马雨鞋采取严厉的行动 他们决定在未来两年内 不会为李子佳注册比赛 意味着变相竞赛 大马雨鞋是在周五时宣布了以上的决定 而在沉寂了一天后 李子佳终于做出了回应 根据星报报道 李子佳表示 我感到很失望 这对我是艰难的时刻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支持我 我感到很庆幸 但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思绪 我需要清晰的思绪 去计划自己的下一步 好好去思考自己的计划 世界排名第七的李子佳 了解很多球迷都在等待他宣布自己的计划 他因此表示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 但我准备好后 我一定会向大家宣布我的计划 李子佳在遭到雨鞋变相竞赛后 他可以选择前往国外训练 并且在该国带上12个月 那样根据世界雨联的规则 他就可以通过该国雨鞋报名参赛 另外 李子佳也可以选择走法律途径 将雨鞋告上法庭 当然 还有不少声音是呼吁李子佳和雨鞋再次进行交谈 以达到双赢的局面 这样李子佳也不会错失 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机会 但这得是乎李子佳的决定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李子佳似乎心意已决 决定朝着自由人的方向迈进 第二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